图片提供,全品视觉经济观察报社论第七次完成大修的个税吧,最值得期待的并非只有5000元的基本费用减出标准和新的税率表,全力专项附加扣除。 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,德国人所得税,治北市文前所谓有重大税制改革,迈出这一步中国用了十多年,现在,人们更关注的是,在实际操作层面,这一步将会怎样落地? 这决定于未来几个月,新个税法规定子女教育,继续教育,大病医疗,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,赡养老人等支出列入专项附加扣除。 但并没有规定抵扣标准范围和实施步骤,新个税法称全国务院对此做出具体规定,并提交全国人大备案。 9月6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之一,就是确定落实新修订,德国人所得税法的配套措施,专项附加扣除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行。 从普通纳事人的视角看,这里面有太多细节需要离情,比如说子女教育和继续教育支出,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扣除,扣除范围如何确定,再如赡养老人,如何界定赡养,生活在一起算呢,还是每月几副生活费算,如果是多子女的老人,赡养费用怎么分割? 更让人挠头的是,教育、医疗和住房等项支出,往往体现为家庭开支,如何落实到个人。 这些问题看似反所细碎,却是纳事人的核心关切,因为怎么扣,扣多少,如何认定,最终决定了纳事人,能够在多大程度上,减轻税负,从个税法修订过程看。 这些问题也正是全国人大代表们热议的内容之一,有鉴于此,确定专项附加口除范围和标准,应该更接地气,多从纳事人的生活实际出发,多听一听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。 9月6日,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,专项附加口除范围和标准,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依法实施。 这对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同,实现合理扣除和政策公平大有助益,无庸会言,新个税法确定每月5000元年6万人分免征额,跟很多纳事人的心理预期有落差。 但同时,因考虑到,新增的专项附加口除等其他改革内容,评估减税效应不能只盯着起征点,而要综合考量,这是有说服力的解释。 正因如此,我们以为,专项附加口除应该和起征点的调整结合起来考量,从历史数据看,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是有实质的,财政部原引国家统计局出样调查测算数据显示, 2017年我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,原为每月3900元,据此倒推,2016年消费支出超过3600元,3500元的起征点,当年已经无法覆盖消费支出, 缴定未来几年消费支出年均增幅不变,但2021年也将达到5200元,到那时是否应该启动新的修法,对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进行动态调整, 如果考虑修法成本,修法时间间隔不宜过短,在专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,就应该留有适度的空间,决策部门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, 9月6日,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,确保扣除后的英纳税收入起点明显高于5000元,并明确,今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, 专项附加口出范围和标准还将动态调整,从个税申报过程来看,相关口出标准和范围确定之后仍有先办,比如相关资料和凭证谁来认定,以哪家的为准, 如何避免出现那种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尴尬,再如,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信息比对实现网上作业, 而非要纳税人提供各种票质和证明,这对各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协同能力,特别是信息化下的互联胡同是一个考验, 尽管休戈税法明确这些部门应向税益机关提供相关信息, 但应该承认,部门协调合作,还需打通不少治理关节, 六项专项附加口除设计教育、卫生、民政、社保、公安等九个部门, 如果不能互联股通,影响效率不说,各个单位和税务部门成本增加, 那税人更凭添很多麻烦,此前税务官员承诺,税务总局将抓紧研究, 制定配套操作办法,以最大限度方便那税人简化操作, 确保那税人申保就能扣除,相关资料和凭证, 尽量不用放送到税务机关,如此大的工程, 绝非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,我们期待相关配套措施, 尽早与公众见面,也希望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, 提前衔接,保证各税新政平稳落地。